清朝是中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对中国的影响力也异常甚远,比起清朝的辉煌,更记得清朝最后的窘迫和中国对人民的压迫,太平天国运动,我想大家都很清楚,这是农民阶级的反帝斗争,契机是洪秀全在田间工作的途中,捡到了来自西方各国的神学小册子,天赋的概念深入洪秀全的内心,开辟了讨伐清朝的道路, 然后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对清朝的影响力也很强,大清最残忍的午餐,八大将愉快入席,筷子明明也不动,却被按下,人头落地 这是怎么回事,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庙文史,欢迎订阅观看 要从太平天国说起,在中国,农民受压迫的时候到了一定程度,他们就会造反,清朝不受欢迎,从几次反清明明就可以看出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赔款,多次掠夺百姓,落榜学者洪秀全发起了金田起义,起义前很久,他在广西建立了拜神会,吸引了杨修清,孝朝贵,魏昌辉等2000多人 这些人大多是后来的成为太平天国的骨干,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攻打剑毒金领 正式建立太平天国政权,到了1860年,太平天国的势力还在不断扩大 今年2月至5月,李修成第二次击败了清军的江南阵营,苏南多处尸首,甚至苏州,嘉兴等地都成了太平天国的版图 显然,如果清军不再战,江南大片地区将被灭亡 上海已经像一个当地士绅,为了避免上海沦陷,自发成立中外联防局,依靠外国人保护上海 另一边,钱定明被派去请示,曾国藩当时的重要大臣曾国藩不愿轻易参与 李鸿章是他的助手,曾经非常欣赏李鸿章 于是,钱定明转身寻找李鸿章 卢伟,曾国权因为要打天津,只好让李鸿章组怀军 别说,李鸿章还挺有才的,亲自与洋人在前线保卫上海 同志二年二月,上海备首,下一步就是进攻了,再得到江音 无袭等地后,李鸿章又把目光投向了苏州,苏州一点都不好打 首先,太平军自1960年占领以来一直在加强,李秀成又来了 巧合的是,李修成被调去支援天津 他留下了心爱的将军谭少光,以及王安君,周文家,高永宽等将领 李修成离开的时候 他居然看到高永宽等将领,早已远离太平军,想要放弃苏州 但谭少谷王不甘心,李修成只能自己离开 而另一边的李鸿章心碎,突然发现高永宽王要投降 于是想了一个好办法,不战而退 谭少光对此浑然不绝,极力劝说他们报国 二日上午11点,八将高永宽,王安君,周文家,吴桂文,张大周,王有为,范启发,王怀武,齐聚穆王府 八人与谭少光共进午餐 但在饭后,谭少光谈正事时,八人密谋对付谭少光,砍下他的脑袋 打算用谭少光的脑袋投降李鸿章 苏州也投降了李鸿章 随即,他们收到了来自李鸿章称以准备好官位为他们 邀请他们参加今后八大照常举行的宴会 这八人自然高兴,认为官位不会低 吃饭的时候,李鸿章喝得津津有味 让八名壮汉把红顶中领军服拿来 刚要收下,壮汉掏出妖刀,结束了他们的性命 他们沙滩少光的时候,不知道会有今天这一幕 跟着他们投降的太平军也被屠杀了 八位副将被杀了之后,他们的部下发现被骗了 顿时作困受斗,与清军决意死战 但是由于重将使群龙无首 只能混战,而清军已经做好了准备 因此,守在苏州城内的十万精卫部队 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被干没了 这是一次惨烈的大屠杀 仅仅在苏州城内的双塔下的广场上 就出现血流成河,势堆如山的惨象 而苏州城附近的河中 也堆满了被斩首的太平军的尸体 清军不得不雇用船夫 把他们的尸体推到了城外的大河里去 以疏通被尸体堵塞的河道 而有些妇女虽然侥幸活命 但却沦为了清军凌辱的对象 以时,清军纪律全无 手中搂着的不是妇女 就是百姓家中的财物 在苏州城沙祥之后 李鸿章被清廷封赏 为了太子少保的头衔 得到这一个荣誉之后 李鸿章得意洋洋的在信中对曾国权说 我能攻下苏州城 都是势在人为 承蒙朝廷对我的厚赏 然而,八位副将被杀的消息 很快传到了洋人戈登的耳朵里 洋人向来是有着契约精神的 因此,戈登既震惊又愤怒 原来,戈登先是从马格里那里得知 为八位副将被杀的消息 紧接着,告永宽的叔父 也在慌乱当中急忙求见戈登 他是太平天国当中的官员 只不过,地位要比告永宽低 他表示,自己的族人告永宽 已经被李鸿章所杀 请求戈登保护告永宽的家属 到自己家避难 原本,戈登就对李鸿章不满 现在,他对李鸿章更加愤怒了 因此,他立即做出安排 亲自率领那王告永宽的家属 穿过大街 并派兵将他们保护了起来 然而,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戈登决定前去一探究竟 他在苏州大运河的对岸 看到了躺下的几具残骸和砍下的头颅 他认出了,其中有一个就是告永宽的脑袋 这时的戈登越想越生气 他可是作证人 没想到却被李鸿章搞得出尔反尔 于是,他立即带着头颅 想要找李鸿章问个清楚 讨个说法 戈登打算,第一步先直接乘轮船 抵达李鸿章的大本营 并武力逮捕他 然后逼他丢关七印 第二步,他打算向清廷上书 控诉李鸿章犯下的滥杀无辜的奸诈罪行 如果李鸿章拒绝 戈登打算将自己替清军 打下的江苏各个城池 送还给太平军 来抵偿李鸿章的罪孽 戈登的这些计划虽然不切实际 但他满脑子里充满了对李鸿章的愤怒 因为他觉得 自己的荣誉和大英帝国的荣誉 都将扫地而建 然而,李鸿章却对戈登避而不见 他请出了玛格里从中调停 李鸿章狡辩地声称 诛杀诛王也是情非得已 当时他本来打算从宽处理的 但是对方却提出了 让他无法接受的条件 并且宣称 如果不能照办就不归降 当天晚上 玛格里便快马加鞭 到了戈登的仗营内 然而,此时 戈登的案头上放着告永宽的头颅 显然,戈登余怒未消 经历了一个晚上 戴登戈登的情绪稍稍缓和之后 玛格里便转达了李鸿章的话 并请求他 不要对李鸿章实施最后通牒 这恐怕招致 中国陷入更大的战乱 甚至可能会影响中英外交关系 然而,戈登的脾气上来了 他仍然冲耳不闻 玛格里担心 戈登对李鸿章的大本营予以报复 因此 派人又快马加鞭地赶往李鸿章的大本营 去报告并做好戒备 12月10日,李鸿章也派出了自己的亲信去拜访戈登 表达歉意 然而,戈登一方要求李鸿章被闻认错 对此,李鸿章却说 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情 与外国没有关系 不能为你而认错 可见 洋人与清军内部也是有矛盾的 然而 洋人戈登最终没有因为苏州沙祥风波 而闹情绪太久 因为他很快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利益 当时,李鸿章为了缓和与戈登的关系 一改之前对长盛军的态度 对其军需 响吟 生活等方面都做了非常周到而密切的安排 李鸿章不但追加了响吟 还发了一定数额的抚恤金 给那些在战斗中受伤或残废的士兵 经过种种努力 戈登对李鸿章的看法也稍有改观 同意缓和与李鸿章的关系 因此 在第二年的2月1日 戈登与赫德在苏州的府台衙门 拜见了李鸿章 期间 三人进行了气氛相对温和的对话 而李鸿章则开诚不公地表示 处决八位副将的事情 由他负责 完全卸载戈登的责任 李鸿章表示 太平军叛将被杀 都是咎由自取 而在处死这些叛将时 戈登已经前往了昆山 即使李鸿章想要通知戈登 但时间紧急 也不允许这么做 对此戈登感到满意 并表示不再追究此事 而且戈登感觉到 如果放弃与李鸿章的合作 那么就很有可能被其他列强趁机而入 届时 大英帝国在此的利益 可能会被夺取 此外 他也得到小道消息 自己的长盛军队当中 有些有一些人想投靠太平军 他知道 一旦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处理不好 那么长盛军当中 可能会有很多人 反戈投靠太平军 到时形势可能会更加混乱 也不利于维护英国的利益 因此 无论从哪方面考虑 戈登都感到 有必要消除恩怨 配合李鸿章的行动 当时 香港日报报道说 不过 英国政府拒绝与清政府进一步合作 那么 法国无疑会大喜过望 戈登认为 法国可能会提供任何清军可能需要的物资 并按照清军所希望的方式去行动 而且 戈登也非常清楚 不管他采取什么行动 他都有很可能受到官方的严厉指责 而无论李鸿章做什么 北京当局都会支持他 随着戈登与李鸿章的关系缓和 清军和洋人在收复苏州之后 很快也收复了无锡 紧接着 李鸿章兵分两路 一路主要攻取长州 另一路主要攻取吴江北部的平望镇 并通过平望镇来攻取浙江的湖州 但是 长州的城墙又高又厚 一守南宫 李鸿章的清军并没有重磅大炮 因此久攻不下 李鸿章思索再三 又想到了戈登 因为戈登那里有几门开花大炮 威力极大 于是重返合作之后的戈登 立马把大炮拉了上去 没多久 长州的城墙便被轰了一个几丈宽的大窝口 清军一轰而上 占领了城头 很快占据了上风 李鸿章和一众将士们 个个都看直了眼 他们再次从枪力炮当中认识了西方 对此 你怎么看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 订阅我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 感谢观看